你認為狂食原來是其中一個源頭的話 那你就應該真的要責善固執 怎麼能夠調理了 有一點民意或者有一點不方便 那就改了 我都跟你說了home office 做事有兩種叫配套 你永遠做事沒有配套 那你就死定了 有些溫度到現在都是這樣 你就算home office 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因為香港真的不同別人的地方 你有些沒得home office 所以是怎樣 比如做地盤的 你一旦就真的要停擺了 我只是跟你說 新加坡都做到 新加坡都做到 外國歐美社會全部做到 金塘石人家做到 有些緊急的方圍 你好像地盤那些 他就不用你開 為什麼 他給了補償你 店舖給了免租金你 全部搞定 這個是垃圾 但是我只是想說 偏偏不做